大家好,我是Kerry温哥华的地产经纪 这段影片很快很短 跟大家分享下星期四的下午5时 会在Concord Showroom举办一场活动 邀请大家参加 这个活动的内容主要有三大方面 一个是有关于楼盘的更新 最后讲说这方面 我邀请了我合作开 甚至我正在用的会计师 和RBC的银航的贷款经理 为何要求他们来 因为现在都越来越多的楼花 以前做的未来会做 我知道很多朋友的关键是有关贷款方面 现在买一个五六年后大放的楼花 万一到时市经济不好或我失业 或者我搬屋会不会做不到贷款 有这个担忧 我知道RBC银行其实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RBC银行很大 是不是我走进找一个人就可以 当初我和机仔是经历过 不知道去哪里找人 刚刚移民过来的时候一个都不懂 走进去银行有些不是每一个staff都是很 helpful 所以我身边我自己用开的人 或者我觉得口碑很好的关系都想介绍给大家 所以我会邀请我自己用开的贷款经理过来 你可以向他拿资讯 他也会分享大家如果现在已经买了个楼盘 或者准备买的话 可以怎样去做一个公司批评 确保你几年后收楼也不用太担心贷款方面的问题 另外税务问题又是另一个 我很多客人会打电话来问的 有时一开口就问报税也怎样 但我真的不是会计师来 解答不了也不敢解答大家 所以我也有用开的会计师推荐给大家 他在两方面都是专家 一个是有关于香港或者海外和这边的资产 你回流之前要怎样搞 另外就是如果大家是买物业的时候 投资会涉及一些什么税务问题 甚至经常有朋友问 我是其实想投资几个单位收租 是不是用公司的名字好一点 这个他也可能会给你意见的 所以欢迎大家来收听 这两个很实务类的资讯之外 如果大家还在找投资计论 或者想买房子 如果是对Conqua的Oasis 即是Brandwood的楼盘 或者是Piano Suri 这两个楼盘更新 我在另一条影片已经和大家分享了 是同一个地方拍的 到时现场也可以和大家再谈谈 如果你还在想买哪个 或者是有没有其他楼盘 可以过来和我谈谈 另外 Perry也会針对这两个楼盘 有不同的独家优惠给大家 所以如果大家到时7月7日 在现场来到的话 我会揭晓 告诉大家是什么优惠 会给现场的人 有这个优惠在限期前买 到时跟大家分享 整个活动的话 因为始终是Conqua的场地 所以账户人数是有限 就不能进入 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尽早和WhatsApp 这边确认有多少人过来 我给你个确认 到时你就可以来 为什么会无缘的想搞这个活动 原因是什么 其实就试完 我当初为什么会做经纪 就是因为当初我和机仔 16年不搞移民 17年Landing的时候 当初没有现在 那么多铺天盖地的YouTube资讯 或者有很多WhatsApp 互助群组 Facebook 微信群 当初真的没有人帮我们 我们连经纪都没有 晚宗宗自己上网 我叫不懂 常常在温房网看楼 或者是realtor.ca 接着有约 那时有dual agent 我们那时是没找经纪买楼 因为我们的阿姨 朋友说不用找经纪 其实整个事情是很混乱的 很多事情我们都不知道 我甚至是最后一刻才知道 要付 property transfer tax 当初做mortgage的时候 也遇到很多hiccups 包括到现在为止 我也有一些东西是无法 亦是原始当初 因为没有什么接触 找了一个就不敢找第二个 走进去银行 人们不认识你 又不是很重点照顾你 很怠慢你 所以后来 当香港的法律博士 没得再随机工作之后 我就想想 做一个什么自顾工作 不如试试地产经纪 因为这一行 其实看起来好像很简单 但其实也很重要 因为当初自己买房子 幸好我们买房子还可以 其他事情比较麻烦 所以我就想想 不如在这个行业 如果要做的话 就不要只是为做而做 希望可以帮到大家 特别多一些情况 好像我们这样的移民 或者回流的朋友 我知道来来去去 都是那些问题 都是需要那些关系 所以都想是可以 用我自己觉得好的人 去推荐给大家 就解决了大家 周围闻中中去问 问回来又好像 很烦的 其实去每一家银行 去每一个楼盘问 其实都很烦 也包括为什么 我会去整个网站 caryquite.com 或某个楼盘 或者大家就去我的网站 都会看到很多楼盘资讯 就是我当初去 刚刚还没开始做楼花的时候 想去了解一个楼花市场 我也觉得很复杂 因为发展商的网站 有些发展商很好的 好像West Bank 在Oak Ridge 上面就有所有楼盘资讯 但有些发展商 它是很封闭的 它的资讯是不让公众知道的 你要通过很多门路 都没找到它 或者等你找到它的时候 盘已经卖了一半 甚至是整核卖了 但是这个是发展商 我们是改变不了它 我觉得我能够做的 就是既然我要做 帮大家去买未来的楼盘 帮大家去买未来的楼盘 我希望尽量散却大家的时间 所以我把我拿到的资讯 全部买在网站上面 大家想看什么楼盘 你上去看 货币 价钱 全部都有 当然有些未必是最新的 所以大家可以留意 上面最上的新的日子 因为我有个很好的我的好朋友 他是我的得力助手 他帮我做这些东西 他什么时候更新的会写 所以大家如果看到某些楼盘 未去更新的 有想知道的话 都可以再问我 其实我的初衷 去做一个经纪也好 做任何方面也好 都希望可以帮大家省时间 总之你找到一个Carry 只要你足够信得我的话 我上面就有了资讯给你 我身边的联系 都可以奉献给你 我都会和他们打个招呼 例如我的RBC人行的联系 Selena 我这个客人要什么 或者直接你联络他 Selena知道是我的客人 他都会特别照顾 我希望可以做到这个效果 等到大家 总之你通过我买楼 或者你认识了我Carry之后 在买楼这方面 都可以很省时间 看完所有东西 知道所有东西 所以说了很多故事 最终的重点 都是希望既然做得了这份工作 就希望可以帮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发现 什么 movern 都能非常 正